首先我们觉得Service Viewer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 那么我们希望有类似于这种Service Viewer这样的一个思想 然后来去开发下一代的这种平台 另外一个是需要考虑到我们企业内部的这种具体的场景需要 就像刚刚说的 不同的开发者他会用这种不同的开发语言 以及相关的一些其他的需求我们需要去考虑到 而不能仅仅是使用这种Source Viewer 好了根据以上两点这个就是基本前提 那我们实际上提出来了一系列的这种 下一代语言应用开发的这个目标 我们称之为Quest Quest什么C这个Compatible就是兼容性 就是我们需要这种不同兼容不同语言 不同操作系统还有不同硬件平台 那么第二点是这个快速也就是Rapid 就是对于这种大多数语言升级的方案 那么它的这种应用的拉起和销毁速度我们需要非常快 那这个我们需要这个就是Rapid 另外一个是弹性 就是说我们需要根据应用它运行的指标来对它进行扩缩容 另外就是第四点是Dynamic 就是动态 那么我们需要这种动态的去拆分应用 然后以达到这种就是高效利用资源 还有一个高吞吐的这样的目标 第五点我写的是Single单一 但实际上这个不应该用Single 应该是Monolithic 但是因为这块我想让它更容易记 所以我们叫做Cred 那么这块讲的是我们开发者需要专注于单体应用本身逻辑开发 而不应该耗费你的时间在这种协调不同组件的沟通 反序列化的这些问题 包括还有一些错误排查 当然另外一点我们还因为现在Machine Learning运用了很多 所以说我们还需要对于Machine Learning这些要求 我们也需要去来满足 满足这种训练推理这样的要求 好了 首先我们讨论一下Cred前两个C和R C是Compatible R是Rapid Rapid还有一个当然这块还有一个是安全性 对吧 那么在兼容性方面 那我们想想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立刻想到一个Runtime加Isolation的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 那么具体用这样的解决方案 它有这样的可选项 一个是我们用Dawnet的这种Common Longer Runtime 就是通语言运行时 或者用加快讯引机就是JVM 这样的话是一个Runtime 另外呢我们需要一个Isolation 就是一个隔离 是什么样隔离呢 我们可以选择VM容器 或者是Unicurnal Process 但是呢因为实现的这种比较复杂性呢 实际上CLR和JVM都没有办法满足我们对于这种快速拉起和停止 那么这一块呢等一下我会讨论 然后另外一个呢在安全性方面呢 那我们是否可以用大家熟知像这种VM Container 还有Unicurnal Process 那么在我们这边呢答案是否定的 那么我等一下呢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为什么我们这边在这个安全性方面呢 这一块的答案是否定的 好了就是说现在我们就要介绍一下 为什么我们不能选择VM VM Container 或是Unicurnal Process 首先呢我们先了解一个比较重要的这种云因应用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云因应用的这个冷启动问题 这冷启动问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 就是一个比较重要或者比较困扰大家的一个问题吧 那么如何降低这种冷启动延时 一直是一个需要解决的这个问题 那么它呢同时和这个安全隔离的方式呢是高度相关的 在这个业界还有一个在产业的 那么我现在大家主要有这种三种方式 对这种冷启动来进行优化 首先呢第一个是从这种声明式改为命令式 那具体这块的解释我就不具体细说了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怎么样是这种 什么是声明式的什么是命令式的 那这个呢通过这种声明式变为命令式呢 来加速这个Kubernetes这个控制面它的这个处理 第二点呢是用这个Warm pole 来加速这种VM和这个容器的这种获取 然后避免呢去创建这种全新的这个实力 这是第二点 那么第三点呢是用这种类似于CRIU这样的这种快照恢复 就是snapshot recovery 来去加载这种进程的载入 当然CRIU本身它有一些问题了 它和VM这种就是因为我本身以前是搞那个 就是说本身搞VM Lime Migration的 那么在这种Process的这种Lime Migration 会遇到非常大量的这种很难解决的问题 那么这块呢我就不在这里就是说更多的细节了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做进一步的调研 那么好我接下来呢给大家说一下这种不同的 就是说在针对于这种营营的这种冷启动问题 我们需要对它进行能启动优化的时候呢 那么这种不同的隔离方案会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首先第一点是这个虚拟机 这个虚拟机我已经其实在这个读PhD时候一直都搞虚拟机 其实但是这个虚拟机呢就是它本身呢有一些优势 也有一些劣势 首先呢虚拟机呢对于Intel和AMD吧 它都有这种不同硬件支持 然后呢VM CS这样的一个结构呢 它主要是保存这个VM状态 你在不同VM切换的时候 它这里面是就是有一些VM的一些 就是这个信息呢会保存在这里面 然后呢这个比较重要点啊 是这个VM Enter VM Exit 大概需要CPU的这个周期呢是1500个周期 这块后面大家我还会和其他进行对比 那么这一块大家可以大概记一下 对于内存访问呢 它有这种guest user guest kernel 到host user host kernel 这样的一个内存访问的转变方式 另外呢在硬件方面呢可以用EPT啊 MPT啊来去加速 然后呢这个性能呢会基本上接近于这种 native的这个性能 那么现有的云烟声解决方案是Cutter container 还有Cube Word 这样有两种这种解决方案 这样的话呢你可以在这个 呃就是说这个云烟声的环境中呢 可以使用这个VM 那么它的一个特点就是说 它的镜像的比较大 然后虽然说安全性高 但是它的启动实际上是非常慢的 另外一个是容器 容器的它实际上应用 呃使用的这种硬件支持呢 是这个比较经典的这样的 这个就Protection ring 就是Protection ring这个东西呢 就是在操作系统里 只要你读这个操作系统课 你基本就知道 就是说怎么样在操作系统呢 从Uter space到Kernel的话呢 那怎么样通过这个ring的这个 呃就是这样的转换来保证它的安全性 那么这个系统调用呢 一般需要大概200个CPU周期 然后呢内存访问 一般是通过这个pagetable 就是通过这种页表来转换的 那么一些缺页错误呢 通过这个内核 一般是来去handle 另外呢 对于这种就是容器来说呢 它的这个镜像大小呢 比起VM要小 那么它的安全性也是适中的 因为它通过这个ring的方式来保护嘛 然后启动来说呢 比VM要更快一些 那这里呢实际上是放的这种就是 这个就是容器的这个运行石 好了 我们了解一下UniCurnal process这个点 那UniCurnal本身是一个大类了 但是我们这里呢主要专注于这个 Nabla container 这样它是 这个UniCurnal process的技术 它的这个主要想法是什么呢 它通过极大的这种减少这个系统调用 来缩小这种 就是缩小攻击面 来保证它的安全 也就是说它这个在通过这种Solo5的这种接口 它在最底下呢只用到大概是七个左右吧 七个左右的这样的一个系统调用 那这样的话呢就相对来说 保证它的安全性就比较容易一些了 那在这个里面呢它通过一些 这些library的这个调用呢 它基本上都是通过这种 靠和这样子的指令来实现这种调用的 那它这个每次调用大概也就是200个CPU周期 它的好处就是说镜像非常小 然后呢它是启动非常快的 当然它的安全性呢主要是依靠外部像这种OS系统 系统就是说系统调用来帮助的 那么其中包括像这个 就是用这种OS的就是LinuxCurnal 它里面那些就是SysCode的保护机制来去保护 当然这一点呢因为它这个攻击面非常小 所以说这部分相对来说它去调用系统调用的 这种的就是次数会比较少 那么这样的话呢它的性能就会相对来说比较高 好了 对于这几个方案呢 我们实际上是就是进行一些深入的思考了 对于这种就是能启动优化呢 我们尽管我们可以用这种能启动优化 不断地尝试去优化这种像这种容器啊 或者VM它的启动速度 但是仍然这个VM的这个启动 无论你怎么去优化 VM启动时间始终大 就是说始终大于10倍以上容器的这种启动时间 而对于容器来说呢 它的启动时间始终都是大于10倍以上的 这种Unicurnal as a Porsche的启动时间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Unicurnal as a Porsche它的启动时间是非常快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全面去 往这个Unicurnal as a Porsche来转呢 对我们来说答案也是否定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Unicurnal as a Porsche的本身有很多缺点 首先呢 对于这种不同平台环境这种兼容性 还有牵移能力是相当差的 然后另外呢 对于这种并行执行的它能力也是有限的 而且最后一点就是对于这种错误排查呢 相对来说也是很复杂的 那么最终我们选择什么呢 最终我们选择WebAssembly 首先呢 在这个安全性方面 它使用的是这种Software for Isolation SFI 就是软件错误隔离 这一点呢 这个细节大家可以有兴趣之后呢 去查 就去查一下 然后和Python和JavaScript来比呢 那么这WebAssembly它的运行时呢 又非常非常小 对于WebAssembly它易于迁移 和这个操作系统和硬件平台实际上是无关的 而且它的错误排查相对来说是容易一些的 好了 这一点主要是讲 AI和WebAssembly的一些相关信息 这里面呢 主要应该是由这个Michael来介绍 那么这块呢 我就给帮大家大概去说一下这里的内容 那么首先呢 这里有个 WebAssembly有一个 YCNN的这个 就是Extension 扩展 那么它呢 使用YCNN呢 实际上你是可以去完成一些 Machine Learning这些 就是推理的这些业务 然后呢它底层呢 可以用到包括CPU啊 GPU TPU等相关的一些硬件加速 然后跟这个YCNN呢 可以是根据你具体的这个软件硬件这个情况 来去提供不同的底层实现 然后来提高你的这个Machine Learning这个应用的性能 就这样的 然后呢 YCNN呢 它是从2019年开始的 它是作为这个YC官方的这个支持的这个扩展 然后呢 它可以使 WebAssembly使用这种host code 来执行 就是Machine Learning Inference 就是Machine Learning 20 目前它在Face 2 然后呢 在YSIM Time 还有Weimer 还有一个YSIM Edge中 均有实现 这里面呢 就是这个 这个是个Link 是YCNN的这个 就是 它的这个 就是具体一些Specification吧 然后呢 YCN呢 在YSIM Edge中呢 也有支持 当然它符合呢 首先它符合这个 YSIM Edge中的这个实现 首先它符合那个 就是这个 合规 然后另外一个 它支持一些新的特性 同时呢 在这个YSIM Edge中呢 还有这种 它会有就相关的这个Rust API支持 也就是说 通过这个Rust API 你可以把你的Rust的这个code呢 来去编译到WebAssembly 在YSIM Edge上面运行 然后呢 利用YSIM的能力呢 去做你的这个推理服务 它支持的多种这种 就是backend 然后openvino 还有一个pytosh 还有tensorflow 然后呢 在这个WiseMesh中呢 WiseMesh中呢 还提供这种数据的预处理 和后处理的SDK 这个相比于Python来说呢 就会快很多 另外一个呢 这些插件呢 它支持这种WebAssembly 最新的这种ComponentModel标准 这ComponentModel标准 比较复杂 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了解一下 另外一个呢 现在是在这个WiseMesh中呢 再加这种 就像JavaScript呢 Python这边的API的支持 这样的话呢 将来在JavaScript API呢 就是JavaScript和Python呢 都可以利用这些API 来去 在WiseMesh中使用YCNN 好了 这个呢 是整个一个 这个YCNN的生态了 这里面包括Backends 还有Data Processing 还有Model 那这些呢 我就不去细讲 大家可以就是 有兴趣的话 回头可以去 我这个slides呢 在线上呢 就是可以下载 那么大家可以去 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些细节 好了 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 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些东西没有讲 是哪些呢 我们刚刚Quest里面 我们讲了这个Compatible 还有Rapid 那么后面呢 关于这种弹性 动态 单一的话 我们实际上还没有讲 我们怎么样实现这种弹性动态和单一呢 在我们这个就是 在我们这个 新的这个框架里面呢 那么首先呢 对于这个现有的Kubernetes呢 它是没有办法满足我们 对于这种Modelist 单一应用这样的要求的 因为你需要去 不同的Pod 不同Pod之间 通过类似于GRPC 或者其他方式 来去调用 那么这块呢 那实际上 这个是没有办法 Kubernetes这样的一个 这个环境是没有办法满足我们的 这个要求的 另外一个呢 有一个论文非常有意思 Facium 它是帝国理工 一个PG 它就是 它的一个paper 然后是 这里呢大家可以 之后呢可以去了解一下 那它呢实际上和我们的思想非常非常类似的 它提供这种单一的应用啊 分布式调度 还有一个分布式数据存储 这样的一些能力 但是呢 它的这个问题呢 在于它是过于学术化 它是一个 在学术领域 大家可能讨论比较多的一个东西 但是 而且它的这种 单一的这种共享内存的 就是共享内存空间的设计呢 那使得它呢 是一种面向任务的设计 而我们需要的是一种什么面向数据设计 我说这个面向数据设计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在machine learning 里面呢 我们需要去分配很多的这种数据 那这些数据之间呢 会有一些dependency 比如说你的backward 还有forward 这些实际上都有一系列dependency 那我们怎么样去解决这些 就是之间的dependency呢 那实际上我们需要是一种面向数据设计 而不仅仅是这种 像Fastom这种面向任务设计 因为它只是考虑到任务之间的dependency 而不是数据之间的dependency 那么呢 最终我们这一块的选型呢 选的是这个ray的这个框架 那什么是ray呢 这边有个定义啊 就是在从官网抓下来 就是一个开源统一计算框架 可以轻松实践 AI和python工作负载 从强化学习到深度学习 再到调游 再到模型服务 这个就比较长了 那么就是它的这个创始人其中 然后呢 Yang Stovic 他的对ray定义是什么呢 是distribute computer ecosystem at a service 分布式计算生态及服务 这个是比较简洁的一个定义 那也就是符合我们 对使用ray的这样的一个期望 好了 那么什么ray的框架是什么样的 那我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大家之前就是说了解过ray的有没有 可以举一下手看看 OK OK 还是有一部分吧 大家了解过ray 那么对于ray呢 我觉得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之后去了解 我觉得它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框架 首先呢 对于ray呢 它这个集群里面呢 分为两种角色 一个是head node 另外一个是walker node head node你必须要有 它是这个主要的一个节点 然后walker node你可以说 可以是任意节点 比如可以是没有 只有一个head node 也可以有就是多个这些walker node 那么head node和walker node呢 它们在一起呢 最终组成了这样ray的一个集群 这个ray的集群呢 它里面有几个点 我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 对于云延生比较了解的话 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比较容易理解 首先在有一个叫raylet 它就类似于 Kubernetes里面的Kubelet 这样的一个角色 另外一个呢 在这个GCS 它有个GCS GCS类似于什么 类似于Kubernetes里面的API Server 这样一个角色 另外一个呢 它还有一个分布式的对象存储 就object score 它保存这个所有执行任务 它们产生的一些这个对象的这个变量 这里下面呢 有一个ray的这样的一个例子了 这边有个函数square 然后你用这个ray.remote 这样的一个decorator呢 去放在上面之后呢 这个函数之后呢 你就可以通过ray这个框架来去远程的 或者分布式执行 这块呢 你在这个square.remote的时候呢 实际上它是告诉这个ray 或者ray框架 我需要去分布式执行这样一个函数 那么呢 它就会去 就是async的方式 一步的方式呢 去找到对应的一些节点呢 把这个对应的这个task呢 在那边去拉起 然后并执行 然后它这个.remote 返回的实际上是future 那么之后拿到这个future以后呢 那你需要去用这个rayget 来去拿到这个最终的结果 这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ray的这个实力 那当然还有很多 还有这个act 这里是task的实力啊 还有这个act的实力 那么大家有兴趣可以去进一步了解一下 好了 那么ray的提供的这个能力呢 有几个点呢 实际上是我们非常就是喜欢的 然后呢 这首先一个是远程调用的这个能力 ray可以接受任务的这个调用请求 并且在这个集群的合适的这个节点上呢 去调度你的这个就是执行的这个请求 另外一个是分布式对象存储 就是说你可以把对象呢 这个就是就变量对象呢 保存在对象就是对象存储之中 然后最后根据这个对象是否现在是available 或者是可用的这种状态 来去控制这个任务之间的这个dependency 来去调度这些任务 另外一个呢是这个action模型 就是对于ray里面呢 它有两个抽象 一个是task 一个是actor task是就是无状态的 stayless的 然后actor是stayfold的 那么对应于ray的这个情况呢 实际上你写的是ray function 是映射到这个ray的这个task 而你在python里面写 就是python里面写的这个class的instance呢 实际上它映射到ray里面是actor 好了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 这个ray的这个框架呢 来去监测我们的这个执行的一些指标 然后呢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这种在线 或者离线的执行这样的一些这个调度 好了 现在我们已经 第一部分我们花了很多时间了 那么现在我们就是介绍一下我们这个warrior 这个基于wasim的这个fast框架 其实我们之前已经介绍很多点了 那大家在这儿可能也就能猜出来 我们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实现 好了 warrior呢实际上是通过 warrior的这个运行时呢 里面的host code呢 向上层用户提供这样的ray的一个分布式的能力 那么其中实现的具体包括三个部分了 一个部分是这个ray的这个wasim walker 当然ray它有这种geo walker 又有python walker 我们呢实现的是这种webassembly的这个walker 那么在此时上我们可以执行webassembly的这个代码 另外一个呢是wasim的命令行工具 也就是说这个命令行工具 我们使用的话可以和ray的这个集群建立连接 载入并执行我们的webassembly这样的模块 最后一点呢实际上我们 我们这个实现的使用的是wasim edge wasim edge有很多优点了 它其中一个就是它的这个插件系统 那么通过这些插件系统呢 我们可以提供很多的这种扩人支持 包括这个machine learning的这种这些业务的支持 那么我们使用的是wasim edge 好了那么我们既然提到是一个fast框架 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需要去讨论一下 对这个现有架构的这种fast的这个更就是修改 那实际上我们是整整体上的整合了wasim edge运行时 还有read框架 还有呢我们火山引擎的fast平台 当然这个火山引擎的fast平台 没有什么特别特殊的 就是说因为是在我们公司内部 所以我们使用这种我们的这个火山引擎的fast平台 但是对于大部分这些fast的平台上呢 我们经过改造呢实际上都可以支持我们的这个warrior这个整个的就是整个框架 首先呢如果就是我们这种fast的这个请求呢 那我们经过改造呢 让他呢就是我们这些worker能够接受这种webassembly的这样的请求 那么之后呢在执行的时候 他就会选择webassembly对应的这个模块来去执行 另外一个呢我们在我们的这个fast极群中呢 然后呢也提供这个read的这个分布式能力 当然这个部署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 我们可以和我们那些fast的这个worker一起部署 或者你可以去根据这个需求呢 通过类似于kuberread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呢 那么你可以在kubernetes里面 拉起按需拉起read这个极群 然后去来执行你这样的一些 执行这些这个read的这个请求 在这个我们选择webassembly的这个原因呢 首先它是非常容易和其他的非ros的项目进行合并 并且共同编译 大家也知道就是说在这个webassembly里面 其中有个那个runtime叫ystimtime 这个ystimtime它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什么 它就是它是用ros写的 你要和其他的 你要如果用这种makefile 或者其他的这些项目你要去一起去编译的话 这块会就是相对来说会比较麻烦 另外一个呢对于这个其他的webassembly运行时呢 这个webassembly它的性能也是非常不错的 它是通过编译成这个LVM 然后通过AVM再往下呢 编译成webassembly的 另外一个呢是这种插件系统 那么webassembly的插件系统呢 可以使得这个machine learning推理呢 是执行起来是 就是这样的话呢它的这个扩展性是比较好的 好了这样的这个是一个具体执行例子啊 这块我就大概大概就给大家说一下 这块我们在载入一个webassembly的这个module之后呢 它有一个inject point 入口之后呢 那么我们可能会调用function a function a呢 那可能它会去用这种异步的想去执行 通过re来执行一个function b 那function b可能还会去这样去recursive去调用一个就是function c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那我们是通过webassembly这个host code呢 然后提供这样的一个能力 那么function a呢 最终通过webassembly的runtime 然后再通过ray呢 会在另外一个节点调度function b 那function b呢 也同样方式调用function c 在最后呢 那function c返回到function b 那function b呢 可以把这个结果返回到function a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执行方式 好了 那么这块呢实际上是一个具体的例子 这实际上是一个文件 左边是文件前半部分 后面是文件的这个后半部分 那么都是用c来写的 前面呢是我们就有一个函数叫task function 那我们实际上这块就是一个简简单的这个loco调用 那么我把这个对应这个parameter给它 它就能够就是返回结果 在右边这块呢实际上是我们这个warrior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的调用 那么因为它是async 我们实际上需要返回一个future 之后呢我们通过去拿到这个future内容 然后把它去放在这个最终的结果里面 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结果打印出来 当然这目前来说这个warrior呢 它和这个简单这种loco调用的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但我们目前也是希望把它就是将来都会变得越来越简单 那么之后呢希望能够尽可能和左边看齐 那么之后我们再像c或者说不同语言 你要想去调用一个function的时候 那我们就直接就帮你可以在这个整个分布式集群里面去执行你的这个函数 这一点我来做demo吧 这有两个就是刚刚的我们那个代码的一个演示 另外一个还有一个mobile net的推理的演示 好这里是这个简单的这个 因为这个代码比较多啊 首先我们要编译那个就是red 我们warrior代码 然后之后呢我们再执行 那这块主要是在一个编译过程 这个编译呢 因为我之前已经编译过 所以说呢这块的编译相对来说是比较快 这部分是这个rust code的一些编译 编译结束之后呢 那么我们就会执行对应的刚刚的就是那个实力那个代码 好 那么这块呢 对 这块呢就是 不 然后之后 之后 这是build我们那个work assembly代码 这块呢就是刚刚大家可能看到的那个就是实力 然后现在呢就是我们去执行 首先它要和red这个集群建立连接 建连接以后呢它就会那个就是载入这个work assembly代码 然后并执行 好 大家如果注意一下这块有两点 一个是你看 刚开始是本地执行 这返回了一个结果 然后最后呢是实际上是这种远的就是远的通过这个warrior来执行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结果是一模一样的 好了 这是第一个演示 第二演示是一个wisn的演示吧 这块主要 这块实际上没有用到我们的这个warrior 虽然说在我们的warrior平台上执行的 但这块主要是用到wisn的这个能力 你们看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这边去下载这个设计代码 这个设计代码也是上面说的非常清楚 大家想想去可以去自己去运行一下 那这边的是个图片 它用mobile.net呢 去来执行 然后去检测里面的这个物体 这块来说就需要时间比较长 它这个编音的时间就比较长一些 然后我就直接跳过 然后最后它这个 因为它是在cpu上执行的 所以这块呢 执行时间也相对来说是比较长 我们可以看到 对这块 这块我highlight这块 这块是一个不单的 那我们能发现就是刚刚那个图里面的 这个香蕉就能被检测出来 当然其他一些呢 它就是 一些其他的这个lemon什么的 这就是一些比较不太可能的东西 对 是这样的 好了 这是两个演示 然后后面呢 前景 这块前景实际上我还是对它非常非常看好的 为什么 Warrior它的这个潜力不仅仅是在FAST上运用 将来呢 在这种云边端的这种协同 打破这种云边端界限 动态控制你这个应用在哪里部署 在哪里执行 这块 然后呢 同时就是满足你这个应用的这种 吞吐和性能啊 这个就是 优化你资源使用啊 这块是我觉得是有非常大潜力的 另外一个在Ego计算 这个WebAssembly 最近呢 在这个普林斯顿那边 他们发了一个paper 发了一个paper什么呢 是把WebAssembly 编译成这个 就是通过 然后在底下转的OpenCL 在最终在那个 GPU上执行 那么他们实际上已经完成这样的一个圆形 那当然 当然它只是在paper 目前来说呢 它只是在paper上面 离具体的生长还有一定的距离 但是 那么在这方面呢 我们可以发现 那WebAssembly将来 我们可以使它 在这种 我们在这种运行时候呢 动态去来去调度 调度它在不同 就是在不同的 像这种CPU啊 GPU啊 还有FPG上呢 去调度 调度之后呢 那我们再根据它的具体的架构呢 来去把这个WebAssembly 转变成它这个架构上面的代码来去执行 那这块呢 实际上在一路计算呢 它还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前景 那现在呢 未来就是我正在做的一些工作呢 一个是 刚刚说的这种函数调动抽象呢 另外一个是在这个Warrior上呢 我们计划把这个LAMA2到C呢 也能够运行 因为这里面呢 我想让它是分布式执行 而不是简简单的 用YCNN 大家如果看过LAMA2到C代码 可以看到它里面 就是简单的一些C的这个Inference代码 那么我们希望呢 在这个LAMA2到C里面呢 我们把这个MyLock相关那些这些调用呢 实际上是分布式执行 那这样的话呢 这个LAMA2到C 可以是在这个机群中呢 真正的去分布式的执行 对 另外一个点就是我们想 将来去支持更多语言了 来去 在我呢 这样的话 不同语言都可以使用我们这样Warrior 这个一个架构 对 对 这就是我今天的talk 然后呢 看大家有没有一些什么问题 我想我想 就在Warrior这个框架里面 Wasm主要的作用是什么 我感觉好像 因为Ray本身已经有分布式能力了嘛 就Wasm是不是主要就是为了支持多语言 有这样一个container 我之前面有提到 刚刚我提到一个 我看 这块 主要是什么 主要是完成这个CLR GVM 但是GVM和CLR 它本身是非常heavy的 我们没有办法 就比如说你GVM 如果想往GPU上去执行 实际上是比较麻烦的 他们都是在这种对象层次的这种抽象 而对于Web Summary来说 它相当于一个ISA 就是ISA这种 就是指令级的这种抽象 所以说它比这些 就是GVM或者CR 实际上更底层 那更易于 在不同的这种架构上面去做这种 就是迁移 好的 这还有问题 就是现在只支持C是吧 C C++支持 然后当然我将来像这种 JavaScript Python 还有Rust 都应该是能够支持 因为C和C++本身是这种 只要他们只是想在其他的语言上支持 相对来说会容易很多 好的 好 谢谢 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那个老师你好我问一下就是现在那个比如说就是这个它是Warrior 你们做的东西都是开源的吗 全部开源的 当然我有 我忘了 我忘了 我把我的电源翻上去了 但我在Github上有一个report 就是Fork的这个 那个Ray的这个report 然后实际上我这些现在目前全所有的东西都是开源的 但是我还 当然这块呢 其实野心很大 但是里面要做东西很多 我一个人肯定也是短时间内玩不成的 我要需要很多的这个就是时间 将来还有一些合作 大家一起去来完成这样一个事情 就是这个是在字节的环境里用到了吗 还是怎么样 现在准确说是我们的这个字节的lab里面我们是做一个偏前沿的这个研究 具体的业务 因为这个东西呢给用户去用的话呢实际上需要去让用户的整个这个思路去 就是说一个比较大的转变吧 让他们去适应这个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另外一个就是对于现有的像这种微服务的情况呢 他要想往上面迁移其上不容 因为我们是webAssembly的这样的一层 那么像下层他如果要用到L-Uring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比较底层能力的话 实际上目前我们是不支持的 这就是一个比较麻烦点 就是说他是和现有的 目前来说和现有的像Linux这些建容是有一定的这个差距 好的 但是他支持VSI啊就是那种像Posix这些的实际上他是可以 但是因为Linux如果你要想实现高性能的那些 或者是用一些架构的话 那你就不能简简单单使用这些Posix的东西 就是用WebAssembly去跑一些机器学习的一些模型的话 像您说的现在是大语言模型是支持Lama2是吧 不是 那个是YCN 就是说你现在Inference就是推理是支持的 但是对于Training 然后包括这种纯分布式的去执行 实际上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对 对 其实主要就是推理嘛 就是推理现在能够支持Lama2 这些对 都支持YSIM Edge已经支持了 就是Lama2这些了 OK 对 好 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对 对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是基于RAID 但是RAID的话它一定是会给这个用户带来一定的成本 因为它可能有一些代码的侵入 对 我们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方案说 能让用户能够愿意去迁移过来 因为你让它去改代码去学习一套新的生态 这个东西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 我们有没有考虑从哪些方面说更加友好一些 有一个项目 CubeRay 其实我也是在那个项目里面的一个contributor 就是CubeRay它实际上是你可以在K8S环境中 然后去分配你的这个RAID的这个基群 然后使用这样RAID的使用RAID的能力 那目前来说呢 就是说现有应援员生的一些兼容问题 可能通过CubeRay这些 能够适当的来去帮助你来去更加容易的使用RAID 但是呢 从我个人角度来说 RAID这个东西呢 它的API设计非常漂亮 那么我个人其实还是觉得 对于RAID本身它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东西 那么对于将来说 我感到 就是说现在Linux有很多问题 那么Linux我们发现现在它的这些问题 包括怎么样去尽可能并行提高性能 而且现在摩尔定律已经基本上到了一个瓶颈了 那我们怎么挖掘现有的这个软件能力 实际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Linux在这上面其实已经有很多问题了 那么是不是有一个新的分布式的操作系统 会来替代Linux 那这一块呢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 实际上我也在考虑 也就是说 如果这个东西它作为一个OS来提供 那么上层就是说你现在提供了一种 WebSami能力 就是说什么语言 你在编译的时候 你不需要考虑到它是怎么样分布式执行呢 而真正在这个执行的时候呢 这个整个OS来去帮你把你的这些代码来去 动态的在这个整个集群中去部署 然后根据不同这种异构来 就是异构来去编译 就是或者用GIT或者AOT这种方式来去执行 那我觉得这一块可能是一个将来的方向 当然这里面呢 那因为大家还在探索阶段吧 很多人可能和我的这个意见会不太一样 那么这块呢我觉得也是我也是比较开放的 大家可以在这方面去进一步进行一些讨论 老师你好 我这边问一个问题啊 就是现在这个Whatsom呢 就是有没有在项目中遇到这种Io和网络的一些 这种资源的一个竞争的情况 如果他们有竞争的话 这边是怎么去做这种隔离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也提到Rate 那Rate呢就是它存在一个就是 它的通信是建立在GIPC上面的 那对于像大模型训练可能 需要去利用IDMA底层的一些比较高速的这种网络 那这种场景的需求有没有一些解决的思路 好 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对于这个叫什么 叫这个业务之间的干扰这个问题 实际上用你只要是不用这种VM 或者甚至比VM更底层的那样的一种隔离方式 你就没有办法完全避免这种业务之间的打架的这种情况 那我们在公司里面实际上我们也遇到这种情况 这样的问题实际上是非常麻烦的 你可以类似于用C Group之类来去一定程度上解决 但是呢仍然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跟除 就是或者说根本解决的 那这样的话呢你只能是一种Tradeoff吧 就是说你如果想要业务之间的隔离比较好的话 你可能选择VM或者更好的那种隔离方式 如果是你觉得你可以接受一定程度上他们之间打架的这种情况呢 那你就选择像这种Container啊或者像这种VSM这种情况 那么在现如今呢这些其实有一些可以做的事情呢 将来可以能够帮助你更好的隔离业务 就是这样的 然后第二个问题呢RDMA这一部分呢 这一部分实际上目前来说呢相应的工作还是比较少的 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将来大家可以去探索的一些新的点 对 好 行 那大家如果有什么其他问题将来可以再就是下来的话 我们可以深入讨论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来到我的talk 这个就是 如果有什么那个问题或者到时候可以就是联系我 然后我会尽量的帮大家去解答 好 谢谢大家